实验名称 咸水变淡水 实验目的 知道利用蒸发可以使咸水变成淡水 准备的材料有 两个大小不一的透明塑料碗 水 盐 薄膜 小钢珠 取出大塑料碗 倒入少许清水 向里边放入两勺食盐 用筷子轻轻搅拌制成咸水 取出小塑料碗放在大塑料碗的正中间 小碗的高度要低于大碗 用薄膜将大碗封盐 将小钢珠小心地放在薄膜中央 同时也使小钢珠正好在小碗上方的正中央 把此装置放在阳光下 大约晒两个小时左右 发现薄膜上出现了许多小水珠 用手把薄膜撕开 发现小碗里边有了少许的水 这些水就是薄膜上的小水珠聚集在一起 顺着小钢珠滴落到小塑料碗里的 小塑料碗里的水就是淡水 教学建议 讨讨论为什么海上下的雨不是咸水 而是淡水